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战争只会在大地留下伤痕 让野生动物濒临绝肿 没错 他们不值得信任 只有野兽才不会欺骗人 有人在战斗 来呀 你们这些杂种 尝尝摩格林普通的滋味吧 撑着点 陌生人 你不是孤军奋战 该死的懦夫 你的肚子被化开了 我恐怕救不了你了 我知道 这样死去也不坏 但我把事情搞砸了 搞砸了 我正要把一份重要的报告 亲手交给我的酋长 但是现在 我没有完成命令 失去自身荣誉 别担心 我会帮你送过去的 你的荣誉 就由我来维护 阿根莫故事战士 谢谢你 请你到欧格玛城 找大酋长索尔 告诉他 愿你能随着风 顺利回到先祖的身边 战士 好吧 弥莎 看来我们还是得接触文明社会 我们走吧 前方有什么 我们志同道合 混种人 你看起来像个巨魔 你来这边做什么 我有东西要交给你们的大酋长 我不会逗留太久 我独自漂泊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许多战事聚集的城市 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这种光景了 弥莎 跟紧我 固定好这些支架 要是再来一阵狂风 我一定会长个塌下来的 是的 大酋长 打扰了 大酋长 有份报告要给你 这份报告怎么会在你手上 摩格玲呢 他在野外倒下了 他的遗愿就是让你收到这份讯息 战士 你的大名是 我是雷克萨 摩克纳萨尔最后的族人 摩克纳萨尔 我听说过你们族人的故事 你们身上流的是兽人和巨魔的血 很荣幸见到你 杜洛塔是我们为所有部族建造的王国 雷克萨 杜洛塔是我的家 也是你的家 请留下来 接受我们的款贷 作为我们的回报 可能是我在野外待太久了 索尔 你的提议很慷慨 但是我可不能白吃白喝 告诉我该做什么 我会尽力帮忙 哼 那我就不客气了 打造城市是个繁琐的工作 有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忙 去和他们聊聊 他们会告诉你有什么该做的事情 这位是暗毛不足的洛克汉 他是我最好的斥候 你好吗 老兄 好吗 老兄 释放我的力量 我们志同道合 哦 你是摩克纳萨尔部族的人 我是德雷克塔尔 好几年前曾经在德拉诺 与你们的祖先并先作战 如果你是来帮忙的话 我倒是有些事情想拜托你 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战事 调制一种在战场上使用的药水 不过 却少了最主要的药材 我需要维光草 但是这种稀有的药草 只能在一个叫做雷霆山的峡谷中 才能找到 平常我会自己去采集这些药草 但是那座峡谷最出名的雷霆蜥蜴 最近的敌意越来越强 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六株维光草 我绝对会大方地回报你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你好战士 我是纳兹格雷尔大酋长的警备队上 当地的生物不断攻击边界 让我们十分困扰 或许你可以帮助我们 过去几周来 北边山丘的阴山人 一直在洗劫我们的补给车队 找到他们的巢穴 终止他们的暴行 我会奖励你 找寻猎物 找寻猎物 你是新人 我是加兹鲁维 建造这些东西的首席工程师 好了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兄弟 你看 我跟我的手下 已经在这座城市底下 挖了好几条通道 想找地下水源 问题是 我们刚好挖到狗头人的巢穴 现在这些该死的家伙 在我们挖出来的通道里 四处乱窜 帮个忙 带我的手下去 把这些狗头人的老家给封起来 对 只要找到城镇外面的地道入口 我的手下就会教你该怎么做 我查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我独自漂泊 找寻猎物 我们至同道合 哇 你的块头还真大 夹子鲁里说过 他会派个大块头来 你们哥布林有什么计划吗 当然 你带我们去坑道出口的支柱那边 我们把它炸成碎片 然后天花板塌下来 砸烂那些臭家伙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好啊 是 居然赶来这边 实在是传造假了 我们不怕兽人 你们没办法赶走我们 我不想赶走你们 我只想杀光你们 大拼狗 我的猎物就在附近 猛兽出炸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我独自漂 雷霆山 这一定就是 德雷克塔尔提到的峡谷 看来应该不难完成 我独自漂泊 嗯 这听起来好像是有什么事情 或是有人激怒这些蜥蜴 我最好亲自研究一下 好 我的药水完成了 拿几瓶去用 一定会派上用场的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哈 车队终于安全了 你做得很好战士 部落欠你一份情 前往军械库 就说是我派你过去的 他们会让你挑选一样真奇物品 我独自漂泊 我独自漂泊 我们志同道合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前方有什么 找寻猎物 我独自漂泊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来说你管一下 来说你管一下 我懂老兄 释放我的力量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所以你是说 他们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吗 这才叫做专业 不管怎么样你做得不错小子 收下这些东西 当做我的一点心意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啊 斯隆卡雷克萨 他们告诉我 你帮了很大的忙 我要感谢你为大家所做的事 斯隆卡雷克萨 我跟索尔谈过 人类侵入我们领土的事情 对我来说 人类完全不能信任 我希望你能够请往我们在边界的看守烧战 与我的副官加索克回合 如果在边界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你可告诉我 我们志同道合 塔斯丁狗很好 斯隆卡 斯隆卡 我懂 我懂老兄 别耍花样 我们志同道合 我们志同道合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我们志同道合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动作快一点 说不定能追上他 我独自漂泊 你确定你所看到的吗 雷克萨 我不敢相信 珍娜居然会把部队 派到我们的边境 情况并不乐观 不管有没有约定 我不会让任何人 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 我听说人类传进的事了 大酋长 你的命令是 我要你们两个回到看守寿战 盯着人类的一举一动 我们不能让局势演变到失控的地步 要是他们不怀好意呢 大酋长 可以的话 我希望尽量不要伤害人类 但是 如果他们展露敌意 我允许你杀了他们 可恶 太迟了 整个营地全被毁了 到处都是人类的足迹 一直往海岸方向延伸 那些人类杂种 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洛克塔尔戈 找寻猎物 他们的盾上 都有毛状的标志 你以前看过吗 是兽人 我们被跟踪了 拿起武器 准备迎战 来吧 该死的人类 让你知道部落的厉害 毫无疑问 这些就是我在观测所看到的船舰 出发 各位战士 你们做得很好 不论如何 你们保护了杜洛塔 另外 你们提到了这个毛状的标志 让我感觉非常熟悉 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 抱歉 老大 如果人类是从海上来的 那我在回音群岛上的族人 也十分危险了 别担心 洛克汉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族人 雷克萨 我有个紧急任务要交给你 人类的船舰 对回音群岛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需要你搭乘飞艇前往回音群岛 警告当地十人妖 如果可以的话 说服他们来这里和我们会合 别耍花样 不知道会在这些岛屿碰上怎样的危险 我得尽快行动 早点找到十人妖的村落 我是卧京 暗毛不足的领导者 大酋长能派你来实在是太好了 人类舰队在攻击我们的村落 现在没时间浪费了 人类的战舰还在攻击我们海岸边的村落 我今要靠你自己打倒这样的部队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应该让你的族人撤回本土大陆 跟大酋长的部队汇合 虽然我不想放弃家园 但是你的计划比较明智 不过在开始撤退之前 必须先毁掉这些战舰才行 哦 老兄 这些家伙破坏力惊人 一定能帮上忙 我们没有飞行坐起握机 我们在地面发挥不了作用 哦 老兄 小事情 从现在开始 你会感觉有点奇妙 如果你想恢复原状 降落到仪式之环里头就行了 记住 至少要毁掉五艘人类的船舰 我们才能展开撤退行动 我们手都攻击 老兄 听起来不错哦 你说了算 干得好 老兄 你救了我的族人 外围的村落准备撤退了 他们正在等撤退的信号 为了发出撤退信号 你必须点燃五座散步在岛上的信号柴堆 在你完成之后 我的其他族人就会出航前往本土大陆 但是要小心老兄 在森林中有比人类更可怕的敌人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很好 该死 某种海巨人守在柴堆附近 要抵达柴堆那边 比我想的还要困难 很好 雷克萨 很高兴看到你平安回来 你做得很好 事后通知我 暗毛十人妖已经陆续从海岸登陆了 现在有部落保护他们 这样比较安全 不过 我们和人类之间的情势越来越紧张了 我接获消息 他们会派起一位密使来和我交涉 我们约在午夜时分的剃刀领见面 索尔 我觉得不安全 听起来像是个陷阱 我代替你去吧 雷克萨 真纳普劳德摩尔 不会设下陷阱对付我 再说 我也不是个会逃避战斗的人 相信我吧 即使你是对的 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就是这边了 前面就是会面地点 你好 人类 你们终于出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巨魔不可能是兽人的大酋长 反正你也不是珍纳普劳德摩尔 珍纳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会 这些蠢话说够了 我们本来想抓住你们那个该死的大酋长 但是抓您也可以 攻击 刺客 我都知道这是个陷阱 我都知道这是个陷阱 你们要面对的是什么 现在只是开始而已 我查知道猎物的气味了 你是对的 雷克萨 我应该信任你的直觉 不过 我还是无法相信珍纳会做出这种事 嗯 或许我们该采取更直接一点的手段 雷克萨 我写了一封信给珍纳普劳德摩尔 要求他为这一切的疯狂行为负责 我要你潜入他在塞拉摩岛的基地 当面把信交给他 交给我吧索尔 不过我需要一些协助才能越过人类的防线 我已经包下了这艘飞艇 可以带你前往暗毛部族的新村落 你抵达之后 卧金会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 祝你好运雷克萨 杜洛塔的未来就靠你了 我现在就带你来的 欢迎老兄 你能过来让我们深感荣幸 我知道你有重要的任务在身 要潜入塞拉摩岛并不容易 还好有个人可以帮助你 他在船屋等着你 沿着离开城镇的道路走 就可以找到他 我们接获报告 人类的舰队在这片大陆 与塞拉摩岛之间的航道巡逻 小心点老兄 他们可能会阻碍你去找那个女法师 别耍花样 宗卡兄弟 我是萨姆罗 我的一身武艺听候你的拆取 握金交给我一些由不稳定混合物制成的爆炸结界 要是我把这些结界设置在重要建筑上面 就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趁机让你搭乘这艘船通过封锁的航道 选的好 珍娜普劳德摩尔 我是雷克萨 我带着大酋长索尔的讯息 也就是你想要杀的那个大酋长 他想知道 为什么你的战士要入侵我们的土地 甚至对我们开战 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派人去杀索尔 我也没有想要违背当初定下的承诺 也许吧 事实上你的船舰与战士 袭击了我们在这块大陆上的营地 我们还得绕过一座你们巨大的营地 才能见到你 我向你保证 下令发动攻击的人不是我 雷克萨帮我带路 我要亲眼看看这些部队 雷克萨 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人类 这些像蛇的生物 一定是他们摧毁这座营地 杀害你的同胞 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那些海蛇的巢穴一定就在附近 要是我们可以找到幸存的人类 就能知道他们是否受你的指挥 我懂老兄 我们来吃了那些像蛇的生物杀了所有人 等等有人活着 珍娜女士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上架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是真的吗 我们得立刻赶回塞拉摩 但是这 相信我雷克萨 等我们到那里我会解释的 我去看看 听起来很有意思 我去看看 交给我吧 听起来不错 我去看看 希望我们还来得及 你必须把消息带回去给索尔之 我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些海军 我知道雷克萨 他们是 来不及了 他已经在这里了 珍娜 这是星辰保佑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但我听到罗德龙陷落的消息时 几乎绝望了 但我知道 你一定可以逃出升天的我 这是怎么回事 哪来的巨魔 父亲 等等 父亲 部落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 兽人 现在有自己的王国 我们 你太天真了 女儿 当时你年纪还小 不记得这些怪物 是怎么摧残我们家园的 我们绝对不能信任兽人 对这些杂种 一定要斩草除根 父亲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你不明白 亲爱的女儿 我知道的比你以为的还多 也许以后你能明白 抓住他们 我必须回去找索尔 警告他有关海军上将普劳德摩尔的事情 在港口那边有许多小船 能搭上其中一艘 我就可以航向大海不被发现 我的猎物就在附近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要担心的只有港口的大门了 普劳德摩尔的海军已经关闭港口的大门 我需要打开大门才能逃走 只要我能够抵达海上 应该就能安然返回大陆 我独自漂泊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找寻猎物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真高兴你逃出来了雷克萨 别担心我们会派人向索尔报告海军上将和舰队的事情 要是那个人类打算攻击杜落塔 部落的战士一定会好好招呼他们 大酋长需要些时间来召集部落的战士 你必须在海军上将攻打堕落塔之前 召集你能找到的盟友 大指一艘飞艇前往莫高雷 英勇的牛头人会尽全力帮助我们 去找他们的酋长开恩写题 他一定会遵守他对大酋长的承诺 别耍花样 塔斯丁狗 我们志同道合 这块美丽的土地一定就是莫高雷 我以前从未见过牛头人 但是他们的力量与勇气非常著名 我独自漂泊 旅人你是谁 来这里做什么 我代表部落大酋长索尔前来此地 他的领地岌岌可为 需要往日的盟友相助 我想找凯恩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就是凯恩 但是我没办法帮助任何人 回去告诉你们的大酋长 就说我已经死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残暴的半人马最近袭击我们的村落 还抓走酋长的独子贝恩 半人马尸杀成性 他们一定不会让囚犯活太久 我们四处搜索 想找到贝恩还活着的线索 但是始终没有结果 可怜的凯恩 他已经难过很久了 没有他的智慧与领导 我担心半人马会毁掉我们的部族 如果你可以找到他儿子的下落 或许能让酋长振作起来 你可以在平原上找到波凡 风之图腾 他和他的手下会协助你搜寻 我查知道猎物的气味了 我懂老兄 欢迎风之图腾弟兄 我听说你可以帮助我找到血蹄酋长的儿子 那个孩子极有可能还活着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半人马的营地 那是半人马的营地 贝恩可能在其中一个笼子里 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拯救他 我准备好追踪敌人了 别担心贝恩 我们马上就送你回到父亲身边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好的 大酋长 贝恩 我的孩子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这个老糊涂竟然放弃了 雷克萨 你救回了我的孩子 也让我重获新生 我永远感激你 好 你说大酋长遇到麻烦 部落再次需要牛头人伸出援手 没问题 索尔过去为我们做了许多事 我们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我的战士会在战场上跟大酋长会合 而我会跟你一起回去 找寻猎物 说得没错 啊 雷克萨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的赤猴在边境找到了几个受伤的巨魔 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前来这里求助 需要帮忙 新独军征服士族 杀了很多战士 士族就要灭亡 同伴死光光 我求援 新的独军是吧 别担心朋友 我想我可以帮上忙 我今让你们的巫医替他疗伤 我去他的士族查看一下状况 顺便见见他们的新独军 这里一定就是巨魔的村落 他们应该会接受我 我们不欢迎你 杂种 你不是石锤士族的战士 听着 我不想惹麻烦 我只想找你们的独军谈谈 你想找寇交尔 得先通过我们这一关 我的行动出于本能 找寻猎物 我独自漂泊 混血的家伙 你很会打嘛 你们魔科那丧人 留着软弱的兽人血液 不过你很强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 来加入你们的 我也想成为石锤士族的一员 你身上也流着巨魔的血液 你有权利加入 但你有这个本事吗 混血的家伙 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想加入石锤士族 可以 你先接受力量试炼 去试炼场 在那座可怕的山谷里面 有许多强大的敌人 打倒敌人 完成试炼 向我们证明你的力量 去吧混血的 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回来 这座山谷 应该就是扣家耳术的试炼场 看来 我最好快点完成 我不想让那个混蛋等太久 说的没错 混血的 你的确够巧 有资格加入石锤士族 好了 你希望石锤为你做什么 我希望你和你的战士 能帮助部落对抗人类 石锤士族可以成为 兽人大酋长强大的盟友 混血蠢货 我们巨魔走出脱离部落了 他们软弱 无力 我们什么都不欠他们 只要有我统治 石锤士族绝对不会帮助兽人 也许你已经统治够久了 扣家耳 身为石锤士族的一员 我再次宣布 动用挑战首领的权利 我很久没有碰到真正的挑战了 混血的 能把你打炮一定很有趣 我们一起接受邪制试炼 就我和你 不耍诡计 没有魔法把戏 只比肌肉与战技 你以为我很笨又很慢 就让你看看 扣家耳怎么统治石锤士族 我低估了扣家耳的本事 我得叫我的野兽出来打败它 我们志同道合 我们志同道合 我察觉到猎物的气味了 找寻猎物 我准备好追踪敌人了 我单挑击败了扣家耳 通过了血之试炼 现在我是石锤士族的首领 我命令所有人准备战斗 所有巨魔拿起武器 到平原跟兽人的大酋长会合 为石锤士族的鲜血与荣耀而战 雷克扫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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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勇敢年轻人 来痛快一下 我的老骨头有点酸痛 你比我想的还要坚强 雷克扫 一旦开战 巨魔会是很重要的助力 我们接获消息 大酋长和他的部队 在盆地中央设置了指挥所 你召集的牛头人与巨魔 很快就会跟他们会合 到索尔的基地报到 我们随时会跟普劳德摩尔上将的部队开战 雷克萨 你又再次为部落立下了大功 我欠你一份人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开战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们为杜洛塔制作了新的战旗 这是映着部落灰迹的伟大旗帜 我想要为这面旗帜加上萨满的祝福 但是还需要几样东西 才能完成这个法术 你愿意帮我去找这些东西吗 当然 索尔 我很乐意 太好了 雷克萨 我来施展法术 好 完成祝福了 雷克萨 还有最后一件事 我要你带着我们的战旗参战 我现在任命你为部落勇士 我会带着你的战旗光荣的战斗 罗克塔尔杨 雷克萨 你拯救了我们所有人 你召集到的巨魔与牛头人盟友足以扭转战局 普劳德摩尔的部队已经在我们的正北方建立了堡垒 我们的赤后回报 他已经动员所有部队 准备进攻杜洛塔 大酋长 海军上将普劳德摩尔的部队已经出发了 他们随时都会抵达这里 让他们来吧 他们会发现部落可不是好惹的 雷克萨 打头阵这份光荣是属于你的 虽然我会在此留守 不过我需要你领军攻击普劳德摩尔的基地 这是我的荣幸 各位战士听好了 迎接胜利的时刻到了 牛头人跟我来 巨魔高举武器 今天你们要与部落并肩奋战 罗克塔尔杭 斯隆卡大酋长 我们已经击溃进攻这片大陆的人类部队 但是普劳德摩尔上将跟他的海军 退回他们在塞拉摩岛的据点了 雷克萨真希望战事能在这里结束就好 不过只要普劳德摩尔上将还活着 他就会一直猎杀我们 我们必须继续追击攻下塞拉摩 我只希望珍娜能够平安无事 虽然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与他无关 可是进攻他的堡垒 却是我们的唯一选择